放 哎呦 哎呦 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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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希希爸爸 你看 我都没有叫她打招呼 她每次看到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都已经习惯起了条件反射 好了好了可以了 今天的话也算是 船子带小孩的第二天 带这个特殊小孩子 你根本就尚不好班 这两天的话也确实也没干什么活 基本上整个人的心思都在她身上 因为希希在店里的话 除了你给她手机玩 给她吃的 要么就陪着她一起玩 她可能会特别乖一点 其他的时候她都是要么就黏着你 要么就看到别人在吃东西 她就会站到人家旁边去 看着人家 就是想去吃知道吧 就整个一天的话 就是差不多是这种状态 这两天感受最多的就是 特殊小孩子的话 真的是边工作边照顾她 确实工作也做不好 照顾她也没有尽心尽力 因为这才跟我两天 这两天的话就有点感冒了 咳嗽的也特别厉害 每次到她晚上的话 12点钟1点钟的时候 就咳嗽的特别厉害 准备再去给她拿点药了 我再擦一下鼻涕 来 希希 你去房间里把你的衣服拿出来 我们来换衣服出去了 不想去啊 快去房间里面把衣服拿出来 快去 快去拿 跟希希说话的话 是一定要跟她多说几遍 她才能听得懂的 嗯 拿出来的是吧 给我呀 嗯 有鼻涕 有鼻涕 鼻涕你都不会擦 她那几天有鼻涕 这个直接用手擦一点 擦得满点东西 她也不知道你没有擦干净 不要拿这些东西 手上面没有一个停的 坐在那里去 放手 你拿着干啥 啊 哎呦 咬我吗 还咬不咬 放手 不停放 啊 不停放 啊 不停放 你抱着我用什么 你 把针子扶起来 扶起来 扶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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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扶好她 反过她扶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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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啊 elemento 我 要不是看他去感冒的时候 让我坐在这里 来好 把衣服找点 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说就不怎么去对一个去教他们 该做的事情还得要做知道吧 哎 鼻涕拆一下 鼻涕的拆一下 又哭又哭 你哭有什么用 我问你 好了 现在开鞋子 出去吧 现在带西西来这里买点药了 因为大咳嗽的确实比较厉害 特地开车开了半个小时来这里的 因为听说这里的药特别领一脸 过来 不发烧 就是鼻涕咳嗽 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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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12点一点 我谈多啊 谈他不会臭谈 出不出来了 不是他他他不会臭 不会臭的 不会臭他特殊小孩 哦 特殊小孩 十多岁 十多岁 比提也多的 比提也多的 挺漂亮的小伯娘啊 我给你两天吃 可以可以 可是好今天了 客说是有有两天了 现在就是晚上就特别明显 这种小伯娘 八十八 什么花生 就就这两个是吧 还有看着就贵一点 像这样 一起吃的吗 对对对 拿了这三个药200多块钱 贵的话是贵一点的 这个比其他地方都是要贵一点 平常的话 实际要么不感冒 你感冒的话就比较难好 所以说 吃其他地方的药 基本上吃个 一个礼拜工作 基本上能够没什么作用 然后别人介绍我到这里来说 这里的药很黏的